好 大家好 我是博的戏继续更新《脖子》陪你看甄嬛 上天视频讲到阿灵荣真供皇后的挑唆已对甄嬛产生了疑心 今天我们把镜头转向那对作死的兄妹身上 年庚瑶本就生性桀骜 如今班师回朝立下大功 形势上也愈发不知收敛 因此皇上排人时刻关注她的动向 观察她是否有不沉之心 她在京中有故旧 倒也寻常 皇上 属臣直言 迎来送往的都是她门下之人 其余观言 她看也不看 你说 年庚瑶立下军功被皇上重赏 少不了讨好八戒的人上门 这些不过是常事 但年庚瑶只结交门下之人的行为 不仅彰显出她的跋扈 更有结党营私之险 这一行为自然引起了皇上的重视 年庚瑶这次进京参见 赴京途中 他命督统范师杰 直立总督李维军 贵道迎送 到京时车马显赫 王府以下官员贵接 年庚瑶安然骑在马上连看都不看一眼 他这样骄狂 令人侧目 有这等事 微臣不敢妄言 这一段内容 清朝的史料上也有所记载 入京时 功卿跪接于广宁门外 年策马而过 毫无动容 王公有下马问候者 年汉之而矣 至于前 积座无人称之礼 这件事也成为了治罪年庚瑶史 十六条建阅罪之一 有意思的一点 史料记载是雍正亲自制定了 迎接年庚瑶的礼节 也就是官员贵迎年庚瑶的行为 是皇上受益的 按照清朝的礼制 功卿跪接的只能是皇帝 亲王等皇室贵族 而年庚瑶只是一等公爵 川山总督 正一品官员 绝对受不了众臣跪接的礼节 皇上反常的一届安排 便颇有试探年庚瑶的意味了 皇上了解年庚瑶的秉性 对其颇为忌惮 于是安排了远超年庚瑶 可享受的欢迎仪式 试探得胜归来后年庚瑶的态度 结果显而易见 年庚瑶不仅没觉得不妥 还大摇大摆 骑骂而过 完全不把朝廷理智当回事 正因为年庚瑶如此张狂的态度 热闹了皇上 无奈江山未闻 年庚瑶虽解傲 但也是难得的良将 为江山设计考虑 皇上只能选择忍耐 但这一种装衣渐渐 都被皇上记在心里 以待来日 在有些事上 年庚瑶可用 但不能重用 要利用他的才能 但不能让他掌握太多的实权 左右朝政 年庚瑶门下之人 若不尽忠职守 反而戒端声势 作威作福 你可立即参奏 朕会重臣 绝不顾惜 年庚瑶可以暂放 但不能纵容其解党营私 皇上派张廷玉 监视其党羽 以防有人为虎作娼 且防止年氏势力 进一步的壮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